上还有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礼品啊 包括咱们社区购买礼品 我觉得是不是 也需要有一个清单记录呢 对 这个想法挺好 就是说我们是 最好有个回顾是吧 就是说每个活动上 哪个公司或者社区 对我们赞助了什么东西 是这意思吗 对包括咱们自己 社区自己采购的一些 比如说定制的礼品 比如说这次咱们 就是说定制的这个笔 还有本还有贴纸 我觉得也可以记录一下 不过每次活动 就是说已经用了多少 然后还有剩了多少 我觉得应该就是后续 我觉得可以就是说 有一个账就是维护起来 就是点于追溯 就是目前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也算是财产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认同你 你有没有觉得比较推荐的地方 可以记录一下这些东西 目前还没有 我再了解一下 就是关于 可以再总问一下 我第一次可以再 再想一下 看记到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 对 然后在就是说 比如说年度的时候 或者是季度的时候 可以把就是总的这些数 可以比如说收到了多少 然后用了多少 然后就是到时候有一个统计吧 我觉得也可以公布给 就是咱们社区的成员看一下 可以 你后续想一下这个怎么记 然后怎么方便的记 然后到时候怎么可能会要做一些统计之类的 或者公布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记录的话 时间久了也比较混乱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 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 比如说像刚才看到这个合作的这些厂商的logo 啥的都都就是说在咱们的网站上 有体现 但是就是对应的这个联系人 因为我觉得现在只是我 就比如说现在是你和我去跟这些 就是说去联系 然后知道这些人 但是我觉得后续肯定还有其他人也会加入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就是这些联系人也有一个 就跟就电话本还是啥的 就是就是有一个记录呢 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述的对不对 对是我觉得也是应该比应该来做记录的 我看这个不知道Gatee上面会比较好方便记录不好方便 然后你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看也没有好记录的地方 方便大家去去用的 嗯我记得这个Gatee马云里边有一个类似管理管理这么一个清单或人员的一个地方 我忘了 诶不是 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有我的文章 下来看一下吧 下来看这个 我会 这个可不可以用或者其他的也可以 行我下来就是看一下 嗯 好 目前我想到的是这些 对确实可能会 可能会有有很多的人需要需要去联系 然后然后也需要维护这么一个清单的 嗯 然后关于还有就是志愿者这块我感觉 目前咱们这个就比如组织活动这这一块我感觉还是还是有就是流程上还是不太成熟 呃就是慢慢的也是在没所吧 反正就是以后呃希望咱们也有一个成熟的这个流程 然后可以按照这个比如组组织活动呀什么的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流程 然后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是成熟不成熟 嗯 然后有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把这个流程去完善 所以我们还是得先把现我们现在怎么做的一个流程记录下来 然后再根据实践的过程中去去做一个完善 好吧 嗯嗯好我这块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 ok然后关于分工的话其实这个其他人有没有别的想法呢 我觉得确实应该做一个分工会比较好一点 嗯比如说按按城市来办活动 高荣算是已经在在接了这个头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大家有想到的也可以说一下 没关系没有的话先想 然后我们继续下一项 下一项是社区激励这一块 呃我们的一个关节 呃当初想的比较理想 然后是说希望通过一些激励的手段 让更多的人能更呃更乐意开始的参与进来 当然这个激励呃并不是说让你参参加社区的唯一理由 应该是说呃 嗯锦上添花的东西啊 嗯 然后当初想的是说在这几个呃组织下面的贡献数呃 算一个核 这核是什么呢 核算是 呃我们就每个人在github这边有个这么一个页面吗 然后你如果点某一个org下面的话 你应该能看到上面一个贡献数呃 一开始想这么计算的 然后这四个的核 但这个计算因为没有一个程序可以帮我们算出来 所以呃按分来计算的这个呃办法算是废弃了 不过比较好的是第一期的话 我们还是呃那个文章找不见了 还是去呃还是去呃找去呃 不好找了 不找了不找了 嗯就是呃我们跟这个 我们跟人民邮电有一个协议 然后每一个季度会给我们一本书做做一个奖励吧 上一期给了三位同学每人挑了一本书 这这书个嗯这个书是自己随便挑的 那在他们网站上有的都可以拿 然后第二期嗯第二期的话跟他协商了会能拿到五本书 也是随便挑嗯上一期我们拿到书的同学呢 我希望能在这个页面就做一个记录也也也这样的话也比较好 嗯能看看出来一个嗯都都把这个书激励给谁了 然后有几本书都有什么书之类的 然后那个东辉上一次应该拿到书了是吧 OK东辉可能在忙 然后下面我我希望能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然后如果这个分分数的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我们可以把把这个删了 所以代替的方案我想到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案就是匿名的楼标 就这一期呃的五本书 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有出了呃 除了书以外其他的东西啊 都是希望通过呃 希望有更多除了书以外的激励的内容出现 其实票也算 我们待会会说票的事情 就是活动上的门票 这个匿名投票 大家有没有一些 比较好的推荐的手段 可以做一个匿名投票呢 那下面没有推荐的话 下面再想一想 新手机 嗯 ok后面我们可以去 去考虑一下 通过这个匿名投票来来选出一个 呃那个燕君你现在方便吧 我们刚才跳过了分工这一块 基础设施这一块 如果你方便的话介绍一下给大家 我看你可以可以等你方便的时候 比较再说啊 然后如果呃 关于社区激励这块 大家还没有呃 好的建议可以提一下呢 ok 那我们先继续 呃 关于社区合作的这一块的话 啊 啊 啊 就是这一块是 既然 是这么一个活动的一个缩写 嗯 他他他他其实际上会在呃 每年会在三个地方北京上海深圳 去举行然后我们也跟他谈好了会 在他们的这个所有的会上都可以拿到 针票 所以我们到时候呃 呃 里南要关注一下在活活动前呃 呃 最晚活动前一个月需要把这个信息放出去 就是说参与我们社区呃 社区活动的就可以 可以给给给赠票 到时候这个票的数量的话 可以在 到时候在订 然后Costcom的话是 第二个活动是开员社他们办的一个年度的大会 也是在上海 我们应该也能拿到一些针票 嗯 后面如果 嗯 其他人有熟悉其他社区的的话 也可以去呃 去谈一下这个事 有些高荣的话 在Tester Home 呃 做也都也在做管理 我们一起可以聊一些这样会 会上互相针票的一些事情 嗯 可以我是这样的 打算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一次不是折底要办那个等于在上海办嘛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通过第一次 等于说我们三方一起合作 然后算是第一次接触专政时代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去就是比较能够顺的 去谈就是说具体的一些深入的合作的东西 因为不然因为现在一下子就是比如说还没有合作过的话 直接说达到那种很深入的合作就会显得很怪这个事情 对是没有关系 嗯 也不是 呃 一锤子买卖对吧 所以也是 呃 时间还很长呢 这个不知道 嗯 嗯 好 OK 然后 呃燕君你现在有时间吗 嗯 可以可以 可以 你可以介绍一下基础硕士这一块以及你的呃 呃 一些想法或者不明白的地方 嗯 嗯 怎么说呢 我现在的话就是 就是 因为你那个域名的话 现在是在盘虚云去管理的嘛 对吧 嗯 嗯 嗯 然后嗯 嗯 初期 初期我想的可能就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咱们目前没有没有那个自己的那个服务器 所以这块的话是比较空缺的 呃 什么 稍等 那个服务器怎么了 我就说是那个呃 咱们自己就是说相当于是网站自己用的这些服务器 啊 那个服务器 我我稍后也找个时间把那个账号给共享一下 嗯 我们可以建立建一个那样的什么推入的权限的账号 然后但是能管理所有的应用的账号 嗯 后面也就是跟像那些李楠刚才提到他他的工作需要做的更好的一些一些想法 比如说他提到需要需要记录一下我们购买的和收到赞助的一些清单 还有流程之类的 你也可以提一下关于基础设施维护的流程 因为后面也许会有新的人对基础设施这块感兴趣也会加入 所以我们要把信息都流程化标准化 然后分享出来 然后感兴趣的都可以参与 嗯 所以这个需要你去在流程的定制上面去多想一下 想一下 嗯 嗯 嗯 目前的话就是我想的是 先把那个域名这块 就是这周这周先把他就是连游箱那个域名 然后先做完就是改成那个直接是改成的 adgikens 那gikens的刚刚这一次 nz是点thing那个 OK 然后后面我们的那个 就域名的备案的事情也可以再考虑一下 对域名的备案 他实际要求的话肯定是跟服务器去相挂钩的 所以 嗯 这样我那个 呃 忘了一件事情是 现在阿里云 然后正在跟阿里云谈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的借用戴金券的事 嗯 有可能会有 呃 四位数的戴金券吧 然后我如果能拿到的话 我们可以 先 先玩一把 当然得考虑一下 这个戴金券可以让我们用多长时间的事情 嗯 然后以及后面的 如果服务器有问题 然后被奉养恢复之类的事情 都会 都应该考虑一下 对 而且 而且要有一个 应急的场合 应急的方案 如果说 当他那边出现故障的话 就是 那 比如说就就就就拿那个 呃 官网 官网这个来说的话 直接 他不可能就 完全下线了 这种情况 嗯 行 后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嗯 其他的有要分享的吗 嗯 服务器这一块的话 因为目前还没有那啥 没有实际的服务器 所以 现在还没有 但是没有 服务器实际是有的 因为咱们在 现在在跑的那个微信 呃 微信公众号的那个后端程序 虽然只跑的那一个程序 但 呃 也也算一个 而另外一个是 那个 呃 到时候 那个机器上 现在什么都没跑了 就跑的那一个 所以 呃 可以把Jickens 也搬过去 嗯 但是 当时 当时 呃 不是预期的 就是说 如果说可以的话 就当然是 嗯 从那个 就是 去搭一套那个 KPS那个环境吧 对 我觉得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开 可以把Jickens 跑在外面 然后 KPS跑在 另一个 网络环境里边 然后 比如说我们要再 购买新的服务器的话 可以把新的服务器 放到内网里边 然后这样 KPS就不会对外了 然后另外 当然 再也可以考虑一下 其他的一些 细节 另外是这个 Jickens 它本来也可以 连接它 其他网络里边的 那个KPS嘛 所以也可以去 甚至可以对接 多个KPS 然后也会 构建的速度 也会更快 嗯 你那个 就是那个 现在的那个 阿里云服务器 我完了 跟你分享一下 可以 其实 可以 然后 其实我那个 应该也可以 只是我那个 没在北京 这个节点 我在 我那个是在 青岛那边的节点 嗯 你那个 过期的时间 还晚吗 我那个 从去年 去年 八月 应该有三年的期限 嗯 还有两年是吧 对 还有两年 那个下来 我们 私下沟通一下 嗯 其他的呢 大家还有没有 要同步的 OK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会就就到这了 好吧 那个 谢谢大家 晚上抽时间 参加我们的 呃 中文社区的例会 然后 今天会就到此为止 然后 谢谢大家 拜拜 那你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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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